李讲师 这边有前线要问说 极望极真是什么意思 极望极真 这个倒是蛮高的画门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妄想原来本是真 除始又起一重尘 言诗动静成水粒 仔细看来无悲人 听懂吗 不懂啊 再说一次 妄想 我们的妄想 慢一点 妄想原来本是真 妄想 我们无事乱想的妄想 妄想原来本是真 除始除掉 加点成除的除 除始 除掉的时候 又起一重尘 又增加一重的尘埃 除始又起一重尘 言诗动静成水粒 言讲话 诗思想 我们身体的动静 成水的力量 仔细看来无悲人 承受水的力量 仔细看来无悲人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妄想 我们起了念头 能够起念头 那个就是佛性本体 佛性本体才能够起念头 所以妄想原来本是真 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 不是真心佛性的话 不会起念头 虽然它是功能咒诱 可是毕竟是从佛性生化 这样了解吗 妄想原来本是真 是真的 我们要除掉它的话 又起一重尘 又要起那个念头 要增加一重的念头 所以除始又起一重尘 言诗动静成水粒 我们在讲话 我们在思想 所有的动静承受水的力量 我们的言诗动静 承受水的力量 都不知道 就是佛性 承受佛性的力量 所以仔细看来 无悲 仔细看来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了解吗 极妄极真 所以这些妄 它是真 这个是角度 我们要了解说 妄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 然后我们追求 心理心法 是追求佛性本体 所以本体跟功能作用 它不一样 本体它是常住不迁 作用是只有一次 好像我们拿钱 去买东西 你钱去买 你钱去买 你钱贴回来 钱就要给人 对吧 那个钱要给人 那个就是作用 钱的作用 钱那个本体 我们已经把他使用了 这样了解吗 极妄极真 有两个感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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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